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哇,米芝蓮人好可愛啊 我要跟他拍照擺上網 由米芝蓮車輪Michelin獨家呈現 車輸雜誌Autonerve主辦 2013十大新車選舉 已經開始了 投票可贏取米芝蓮高性能四季胎 Ref改裝配件等豐富獎品 投票表格在車輸找到或Facebook下載 又可到溫哥華車展現場投票 3月29日星期五下午4點至8點 來車展和米芝蓮人拍照啦 車輸雜誌Autonerve 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駕駛生活雜誌 人生不如已是十常八九 你會選擇怎樣去面對呢? 生命有甜有酸有苦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沒有一一細微呢? 逢星期一 一clickradio 誠意獻上一個用正面態度 去面對人生不同經歷的節目 細微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個星期都會請來一位嘉賓 跟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 不同階段的經歷和感受 還有正面積極面對困難的過程 細微人生 和你細微人生的正能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劉房按揭101 節目主持何傑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大家好 歡迎收聽劉房按揭101 我是節目主持何傑文 在我旁邊當然是嘉賓主持 他就是專業房屋按揭護問 宋一良Alan HiAlan 你好 Hi何記文 你好 Alan 你上次跟我們說了 關於後巷屋的資料 我想有很多人是有興趣的 因為我們收到一些聽眾的留言 希望知道更多關於後巷屋的資料 規例及其他問題 他還給了一些問題 希望你可以給他一些資料 剛才我在開咪之前 都交了一些問題給你 不如爭取時間 因為我見他 都有很多很多事情想知道 後巷屋的問題 你想由哪裡開始回應他 其實是相當複雜 還有很多其他比較仔細的資料 我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有時有些聽眾想知道 如果你有後巷屋 這個後巷屋會不會影響到地稅 那些這樣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如大家一起 因為房屋可以居住的面積又不同了 其實你們可以這樣看 雖然說是後巷屋 亦是連同自己本身的一間屋 但是你想想 它都是一間正式式的屋 雖然它是小一點 只有500多呎 加上200多呎的車房 但是有些都成層半 或者如果你的屋子大一點 50呎的屋子 那就可以起到一層 但是也算是一房一廳 好了 有了這一間屋的時候 你想想 第一 你那間屋 是相當新淨 以及 亦都令到你自己本身那間屋 價值都升了 因為你現在有多了一個地方 可以出租 有租金收入 那也是不錯的 是的 好了 地稅其實是根據市政廳的物業股價 每一年股價值多少 股價的時候 當然就是由你那間屋的狀況來做決定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說 油了灰水 裝修漂亮了 那你那間屋的價值都會高了 價值高了 當然地稅就會高了 所以 如果你再加一間後巷屋的時候 那你們就要清楚明白到 你的地稅 應該 就一定會是 提升多一點的了 那如果我越做得漂亮 那可能要越給得多一點錢 不過這樣 我的房子做得漂亮一點 我租也很租一點的 是的 尤其是現在那些後巷屋 雖然說是後巷屋 但是其實是一間很滴式很骨子的屋 每一個月出租的價錢 都不是便宜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是吸引到一些比較年輕的 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都覺得 這個lifestyle 是很適合他們的 所以這間屋升值 也是值得的 而且屋子小小 不用做那麼多監務 容易打理 不過這樣 你建一間屋 通常我們要給政府 是有些費用的 即是你如果建一間屋 或者你擴建 加一些額外的東西 在一間屋 政府那裡好像有個成本費用 要給政府的 那如果我建後巷屋 要不需要給這些成本費用 那一個專業名詞 就叫做 Development Cost Levy 這個就是一個發展成本費用 一間屋當然有水電 又要有水渠 水渠 但是那些都是一個費用 市政廳 哪有這麼多錢 免費服務 所以每一個屋主 其實都要交這些錢 如果要加一間後巷屋 在你自己管身的屋子上 你都要當是一間 Single Family House 大約是收你2.91個仙 一個平方尺 所以如果一個 六百多尺的後巷屋 差不多都要2千元左右 這樣也不少錢 不過就看看何時才能收回 因為你租後巷屋 出去一個月 都可以收到1500至1700元 租金收入 那就當收少一個月的租金 差不多 是的 當然 你有了這間後巷屋 你可以有租金收入 但是有時候 身為溫市的居民 除了你自己有增加了收入之外 你亦都要幫政府想想 就是怎樣可以解決到 這個人口膨脹 以及居住地方減少的這個問題 所以政府才大力提倡這些後巷屋 嗯 我知道後巷屋 就是基本上是用我的車房 改變為後巷屋 是不是 我應該是整間車房 變為後巷屋 剛才說 在車房上面加建一間房 那所謂後巷屋呢 那這個就要視乎你那個車房的狀況 因為你知道 起樓就有很多規例的 市政廳的工程部 就會告訴你 你需要符合某一種規例 譬如你有一間車房 但是車房也很舊 可能那個結構不夠穩陣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 或者想想 射了車房就由頭起過 如果不是呢 你的車房也很新正的 他們計算過你是能夠負擔得起 在上面多起半層 變成是改裝就不用太多工夫 那它有標準的 對 有標準的 所以這些一切都要以市政廳工程部的 標準和規例來作準 那這間後巷屋呢 我可不可以 亦都好像我主屋一樣 建了地庫 即是有床 你如果想有土庫 都可以的 不過你要特別申請 還有呢 雖然說有土庫 但是有個土庫的時候 都是受全家屋的規限 它是限你五百多呎 你建一個土庫下去 那就是那五百呎以來的事 當然土庫就有個好處 就是不用影響到旁邊 因為你不會建得太高 但是有時候土庫是不太好住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通常有比較暗一點 濕一點 冷一點 夏天也好 真的 還有你想想 你現在要建的時候 如果我就這樣鋪了我的地台 然後建一間上去 要挖個大洞 然後再倒石屎 成本貴很多 成本又貴一點 這也是另外一個考慮點 如果我的地夠大了 我又不一定要建到最大的後巷屋 因為我都需要有個車房 用來泊車 用來擠東西 我可不可以 車房旁邊才建後巷屋呢 都可以的 如果你那個一夠大 政府可能都批准你 另外分開一個車房 但是很多時候 你知道 尤其是溫哥華市本身 很多都是33呎 地方變成有個限制 其實車房最主要 都是給你泊車的 車房除了泊車之外 其實只可以另外做兩樣東西 就是泊單車 還有放些農具 農業的工具 不是的 譬如你有剪草機 有些灑水器 坐頭鏟 那些你可以放在裡面 但是其實就不是說 真的讓你買來做儲物室 因為如果你要儲物室 根據正確條例 那你就應該去那些 Storage 公司那裡 租一個房 那些就是提給你 去擠雜物了 不過當然 都是這樣擠的 很多時候 其實如果你走過 如果有些車房開了 你都會發覺 很多人 都放了很多雜物 在車房 你沒有走過我家後巷 這位聽眾也有一個問題 不過我相信你上次都說過 他就問如果已經有一間後巷屋 他還可不可以把他家 自己主屋的房屋出租 不過你上次應該說過是OK的 當然可以 因為是兩個分開的 溫哥華市都是准你租出去 分開兩件事 所以其實你有一個土庫 有一個自由出入門口的單位 你可以租出去 另外如果還有一間後巷屋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那間後巷屋租出去 這樣就變成有兩個租金的收入 那如果我的後巷屋 我可以建到有幾貼 去到後巷那裏 因為我記得你上次說過 那間屋和車房之間 最少要有16呎 但是一個櫃標準來計 是120呎至122呎 這樣的話我的後巷屋 我可以建到有幾厚 其實你在後巷那裏建的時候 應該好像是兩尺 minimum 是叫做一個set back 因為它不想你把那間屋 直接建到出去 貼住行車道 行車路那裏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 除了普通汽車之外 你知道後巷 很多時候有很多垃圾車 或者政府那些工程車要走的 那些車比較闊落一些 所以如果你的房子建得太貼 那個後巷的路 就將那條巷變窄了 還有那兩尺路 其實就讓你做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landscaping 或者種一些花 甚至鋪掉它 讓它乾淨站立一點 那就算是美化你的後巷 是的 剛才我有個問題 說起車房的問題 我忘了問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的車房旁邊 那我再加一個carport 或者甚至沒有蓋 即是沒有cover的一個泊車位 又有車房又有一個泊車位 或者carport 又有後巷屋 這樣行不行 好 其實你可以建一間 226個square foot的車房 如果你的Lot 是夠大 那你就可以建一個 兩個車的車房 即是452個平方尺 那你就要去市政廳問清楚 它的規例是怎樣 如果我的後巷屋 所謂一層半 由地面至頂 最高是6.1米 那如果我建矮一點 建夠兩層可不可以呢 有什麼分別呢 市政廳又不准你這樣做 因為它的規例 樓上的一層 只可以是樓下的一層的六成 所以它叫做層半 兩層即是說 你下面有300平方尺 樓上的一層又是300平方尺 那就不行了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尤其是在那些33呎樓 那裏 500多尺的後巷屋 其實沒有什麼地方 因為你有200多尺 是做了一個carriage 所以它才准你 在上面多起一半層 變成好像樓上就是睡房 樓下就只是做客廳 洗房和吃飯的地方 好像那些loft 對 其實有些都很漂亮的 不妨有機會去看看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的房子是建在斜坡 根本其實房子的地 都要特別建平坡 才能建到房子 那我可不可以建後巷屋呢 那你就要去市政廳那裏 問一問 那他找專人來 替你看一看你那間屋 和你那個loft的情勢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要注意 可不可以建得到這個後巷屋 那些 Contact City的所謂enquiry center 他們就可以幫到你解決這個問題 麻煩 那暫時呢 先問那麼多 回來我們繼續說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在遠遠古的傳說當中 龍 是象徵著力量和智慧的生物 現在 龍已經蘇醒 龍之力量得到解放 而且要 龍是天下 每逢星期三 在1clickradio 我肥龍 還有我阿財 將會發放龍的力量 和大家 龍行天下 我們會用盡千方百計 古怪搞笑的方法 和大家搜羅世界每個角落的得意趣聞 奇人怪事 新鮮之信 記得逢星期三 1clickradio 雙劍合璧 龍行天下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個百分之百關於汽車的節目 兩位汽車達人中的達人 我是車評人Regina陳偉心 我是車輸頻道主持人 Tot Ho 車輸頻道 每個星期日 Regina和Tot都會在車輸頻道入面 輪盡車談 無車不歡 男人記得要聽 女人 就更加要聽 QB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車輸頻道 是由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中文汽車雜誌 車輸雜誌AutoNut贊助播出 劉房按揭101 節目主持何潔文 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繼續劉房按揭101的時間 Alan 剛才說到後巷屋這麼多規例 其實我也想知道為什麼溫市政府要更改這麼多規例 除了人口多了 除了很多人需要住屋之外 那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呢 政府會突然改變了一個市區發展的政策 改了這麼多規例呢 那市政廳今年又重新改過他們居住問題的議案 我上次也說過 在2008年開始 他們就提議了這個後巷屋的方案 到現在已經有多過800多間 就是人們都很喜歡這個概念 是的 那好了 經過幾年的時間 你會發覺 除了他都是很可愛 很漂亮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市政廳做這些事的時候 他們當然要收集這些資料 有時候有些意見是挺好的 到你付諸實行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更改 要不就改善 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畢竟是新的東西 可能要一路做一路看看 有什麼地方 那些人是真的需要的 再改善的 是的 首先你要看一下 以前呢 一間屋 拍一間屋 然後有一個車房 如果你在溫氏 很多時候的車房 都會離開一間屋 有16呎 最低限的了 那是好企理的 那你在那個後巷那裏 譬如你喜歡種花 有時候請朋友回來 做一下BBQ 甚至乎 尤其是加拿大人 就很熱愛陽光的嘛 有時候做一下太陽浴 躺在後巷那裏 兩個鄰居 他都相當熟 大家又有些圍欄圍住 所以在後巷那裏 做自己的事 他們就有一些私人的地方 嗯 現在建了後巷那間屋的後巷 其實後巷那裏都可以用 那就是大家分享的後巷 這樣就沒有了 隱藏 不僅如此 因為如果你的鄰居 在二樓那裏 那裏都可以看到你的後巷 但是 都是一個人看你 那你沒有其他人看你 因為你的家庭那裏 是遮蓋了後面那間屋 就隔了那麼遠 但是現在忽然間 你的鄰居建了一間後巷屋 租了給別人住 他有層半 他的睡房在樓上 變成多了一家人 可以看到你的後巷 那你覺得舒不舒服呢 甚至乎 可能你自己又有一間 那你左右又有一間 變成有三家人 可以看著你的後巷 變成沒有了私人的空間 那只可以炒烤 就不可以陽光浴 那看你自己是否介意 不過老實說 一間後巷屋 那五百多尺 究竟是否夠住呢 我們東方人 比較小 而且我們也習慣了 比較迫劫一點的環境 對於我們來說 五百多尺其實都很舒服的 但是 如果兩個加拿大人 他們每個都二三百磅 一個 那他們其實夠不夠地方用呢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過我覺得最大問題 就是把車房改了後巷屋之後 沒有了地方儲物 雖然我知道你剛才說了 那些地方應該用來泊車 最多是放下餐廳的工具 但是有十個 有十個 都是用車房來擠雜物的 那現在就沒有了地方來擠雜物 那就很不方便了 是啊 所以現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它是沒有儲物的地方 其實都不是說只是你自己的 那那個住客 他租你的地方來住 那你知道五百多尺 那有多少地方 他自己本身都有很多 可能是有衣著 有些自己私人的鎮藏 之類 其實他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擠雜物 所以儲物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 嗯 但是其實我想到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長者 或者是行動不方便的人 那他們住後巷屋 會不會有問題呢 需要有規定要有一些 特別設施給他們 暫時來計算 都未曾有一個特別的設施 即是沒有規定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是50呎擠雜物 你可以建一層的 變成是比較方便一點 如果你說你的雜物小 要建一層半的 那你想著 我自己都差不多60歲 想著都快要退休了 那我現在租了給別人先 好了 到了我退休之後 那我就調轉 我把房子租給別人 自己搬進去後巷屋那裡住 那我都沒有所謂 我又不是這麼多應酬 可以收多些租金 是的 年齡大不要緊 但是很多時候年齡大 可能手腳慢些 或者上樓梯也會有些問題 所以市政廳也都收到消息 也都發現 這個其實他們都需要注意的問題 就是好了 現在你很不幸跌倒 或者是要坐輪椅 之類 變成你住間層半的 那你真是很難上樓梯的 而且他沒有規定說 如果我建了後巷 那條後巷要鋪回很漂亮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後巷 其實不是好像前面主街那麼漂亮的 那如果後巷 建得很漂亮也好 如果一條路建得不好 那在後巷出入 我們年齡都沒有所謂 如果年齡大 都可能要小心一點 是的 因為後巷主要都是用來泊車 或者給那些工程車 和垃圾車用的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後巷都沒有鋪好 如果你想要鋪好 不是不行 那你就要和鄰居商量 大家合金 市政廳也可以和你鋪好 當然要看看 那裏有多少家人 想興建這些後巷屋 其實後巷屋一定要有 200多呎的車房 要建給後巷屋的住客 但是我就把我自己的車房變成後巷屋 那我又要建一個車房給他 那他當然是沒有問題 有地方泊車 但是我便沒有了車房 那我自己的車便要泊在我的屋前面 難怪我上次走 其實Lano 區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街址 泊車泊道 差不多塞住了 我想這個將來都會更加嚴重 這個問題 是的 因為溫哥華市 很多那些橫街 其實都不是那麼闊 大約可以走到三架車 但是像你所說 現在兩邊都泊車 現在中間只有一條路 又是對頭車來的時候 都挺麻煩的 因為未必有地方可以讓第二輛車 或者讓對頭車可以先走 所以泊車位的問題 在溫哥華市 我相信也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那可能他們的市長 大力提倡那些人 回到以前的 駕單車 如果每個人都是駕單車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用駕駛車 那就可以解決了這個泊車的問題 那很難 在溫哥華市 畢竟溫哥華市都是大城市 那怎可能駕單車 用來做主要交通工具 那市政廳 扔了那麼多錢進去 做了那麼多單車徑 我想都是一個習慣 如果每個人都喜歡駕單車的時候 那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當然 理想歸理想 事實歸事實 好像我自己本身 好話不好聽 不好意思 我是不會駕單車的 我亦都不是這麼年輕 就算我自己會駕單車 一向我都不主張 別人在馬路上駕單車 因為其實馬路有很多廢氣 你想想一下 當你駕單車 即是運動的時候 你的肺部一定是打開了 因為這樣可以吸收多些氧氣 如果你在馬路上駕單車 吸收的是肺氣 吸收多些肺氣 將來人生病的時候 是否令到醫療費負擔重了 這個當然是將來 我們看看這個情形 如何 當然最理想就是 將駕單車這個概念 放進去 例如像士丹利公園 放一些單車任人駕的 他們可以圍住公園駕 大家都好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又如何解決這個泊車的問題 所以其實做政府 有時候都很難的 信得歌情失數二 所以就不知怎樣 不要說駕單車 先說回我們的後巷屋 將來你怎樣看呢 這個後巷屋 我想這個後巷屋這個概念 就會不斷擴張 因為現在看看 除了溫市之外 蘇利市 北溫 和Tri City 尤其是Coquitlam 很多新的建築地盤 已經增加了 連同後巷屋的屋出賣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 就會不斷改進 現在市政廳上一次開會 公開聆訊 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他希望 譬如在33呎 以前是500多呎 他希望可以增加到644呎 再加一個40呎的儲物地方 另外他們也希望 看看可不可以 改為建一層的後巷屋 因為有一些 譬如沒有車房 變成一層的後巷屋 一層的時候 長者 或者有需要輔助的人 他們都可以住在那裏 不用上樓梯 解決出入問題 另外 如果是50呎樓 甚至乎可以加到900呎 或者多加一個停車位 變成暫時解決這個停車問題 那也是的 都要想一下不斷改善 除了溫市 其實好像你剛才所說 其實其他城市市政府 都開始想一下 如何解決人口開始 越來越多 而不夠地方住的問題 以及樓市是這麼貴 都要幫一下收入不是這麼高的人 如何去找個地方可以讓他們住的 租也好賣也好 所以我也看到有些建築商、發展商 他們已經是 直接建築的時候 就已經建立 完全建立 就是一間屋 有土庫是可以給你出租的 另外有一個獨立門口 後面就有一個後巷屋 亦都是可以給你來出租的 它建立的時候已經建立 根本你一買回來 就不用另外自己再改裝 是的 你看一下現在連到Poingray 那些豪宅區 都有很多屋 已經連同後巷屋 除了可以出租給人之外 有時候你自己的家庭 開始成員長大 亦都需要多些地方使用 有時候有些朋友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各地來的移民 當然有很多親戚朋友 夏天的時候 甚至乎冬天都會來探望你 有多個地方讓他們住 其實都是解決這個不夠屋 住的問題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今天說到這個後巷屋 都知多很多資料 都很有用的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有興趣去租後巷屋 或者建立後巷屋 能夠可以有多些資料去考慮一下 那今天麻煩你了 Alan 不用客氣 其實都挺有趣的 有時間不妨去參觀一下 看看適不適合你的用途 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幫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想和Alan聯絡的話 可以打電話給他 我的電話號碼就是 6047898662 6047898662 大家如果要聯絡Alan的話 也可以在我們這個節目的專頁裡 找到Alan的網頁連結 好了 我們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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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我七旋斬 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 www.oneclicksoeasy.com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oneclickradio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2 2 2 4 5 4 6 感谢观看